這裡呢我抓了幾個畫面 一個就是那個Google雲端硬碟 還有一個微軟的Sky Driver 微軟Sky Driver有大空間 如果你是比較早申請的 你剛推出來之後 你可以轉換成25G的 但是如果你那時候沒有轉 或者你現在才申請的 7G 7G 雖然也不算太少啦 但是 25G就是 25 你15 奇怪 其實我是學生 你叫學生8G 喔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們如果是一般帳號是7G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已經先轉換了 所以我是25G的空間 好 那你看Google 這個你裝的時候 他會先要求你打入什麼 你的帳號密碼 對不對 帳號密碼 接著呢 有一個 因為我有做那個Google驗證 所以他會再傳一個驗證碼給我 會多這個畫面 然後呢 裝完大致上的畫面會像這樣 下一步 下一步 那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全部都同步的話 就是到進階設定裡面先設定 好先設定 但你也可以 裝完之後再另外改 也是可以 只是 通常我會在這邊就先設定好 那裝完之後呢 就會像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好這是 我們用這個 所謂的 Google的 那如果你是微軟的 SkyDriver也是一樣 好使用方式差不多 好 他就是 像這樣子 在這邊 裝完了就OK了 不過 Google的SkyDriver好像沒有局部同步的功能 我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好久沒有打開來看 我都直接同步 反正25G全都用 所以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需要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離線的我就先不講 離線主要在PC端 所以這個應該還好 好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 你要用雲端硬碟有一個很重要 要會跟什麼 Gmail整合 它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講過 比如說你要傳送那個復件對不對 傳送復件你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 我先傳到雲端硬碟裡面去的 我再來找 另外一種是我在 寫mail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上傳 但是我上傳的時候 直接指定什麼 指定是用雲端硬碟的檔案 就是 像這樣我找 找這個給你看一下 比如說我到這邊 然後 我進到這邊的信箱 好 假設我要記信的時候 好 撰寫郵件 好 復件你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個雲端硬碟 最下面這裡 對不對 從這邊就可以直接把 雲端硬碟的檔案把它直接加進來 那萬一你的檔案還沒有在雲端怎麼辦 就從這邊直接丟進來就好 從這邊丟進來就等於是丟到雲端硬碟 就不是 就不會佔用你那個 郵件的那個空間 好 然後就是直接用到雲端硬碟那邊 所以 但是這裡有一個小缺點 因為他一丟之後就丟在根目錄 所以通常我丟完之後 我還會回去那邊把它稍微 我們剛剛 因為孩子進去 不是我把它移動一下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檔案不用拖曳的就可以 丟到不同資料夾嗎 我會稍微再把它整理一下 不然的話通常丟在根目錄 還是比較亂 這個是 你可以跟這個Gmail做整合的地方 所以 像這樣的話你就 比較不用擔心說我這個 那至於 這個 Gmail的部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統合各個郵件帳號 還有什麼 善用 分門 標籤跟結合 工作表 跟所謂的 日曆 剛剛頭寫那個應該是有 沒有問題 你們有嗎 標籤有 稍微分門別類一下嘛對不對 那 Gmail Google也可以怎麼樣 把別人的信箱是收進來 有用過嗎 沒有特別用過 有用過工作表嗎 沒有 但是下面這段不能錄影 那是通常的 你說錢是利用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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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段不錄啦